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乐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咱们学了很多个模式方法 对不对 包括PRP5.3 版本之后新加的模式方法 是不是咱也介绍了 对吧 但是前面学的那么多模式方法 咱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块 都是在类里边 根据你的程序应用的时机去加的 对吧 比如说什么图瓷针 这个构造方法 科隆 对象雕用 对不对 还包括咱们前面学个杠杆赛的杠杆盖盖的 对不对 通通都是在类里边去加的 对吧 加上去起作用 不加就不起作用 那这节课咱们学的最后一个模式方法 是什么呢 不是在类里边加的 咱们说不一定会得加在类里边 可以在类外里边用的 对吧 咱们学习一下 我把这些全区道来 重新建一下 比如说 我现在随便建几个 类名的文件 你看我假如说我随便建 如果类名不取规律的话 我先取取取个反例 比如说万点tp 一个文件 对吧 里边这块咱们有一个叫做 兔点pp 再来一个 什么 tx3点pp 看到了吗 然后我这几个文件打开 里边你看我给我起的不是有规律的 我举的是反例 大家一定要清楚 因为这样的结构不好 所以呢 这也是大家经常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文件名叫万点pp 然后里边放个类 比如说叫做tess的 类 看到了吗 里边有个方法叫做什么 比如说叫做万 里边输出一行一 对吧 然后呢 这块有一个兔里边有个方法 class咱们叫demo 里边faction有个叫做兔的方法 里边输出 一行二 对吧 然后又有一个three的方法 class 这个three的类咱们知道 比如叫hello的一个类 然后里边有一个three的方法 里边输出 一行三 现在我是不是做三个文件 保存三个类 对吧 像这种文件起名不规律的 是非常差的代码结构 差到哪 比如说 现在我看到这文件 你知道里边装的什么类吗 不知道 那就算我打开 这个看到这类边 你知道它装在哪个文件里边吗 是不是也不知道 都不好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拥有起来是非常差的 所以咱平时在命名的时候 记住 要有一定的规则 听懂吧 什么规则 最好是文件名包含类名 那我给大家说一个标准的规则 什么样子呢 就是文件名 一个文件里放一个类 一个文件放一个类 听懂吧 然后呢 文件名就是类名 比如第一个咱是test 对吧 点class.peerp 用二级预养去做 这样的话咱们就知道了 这个文件里边装的类是test的类 因为看这class类对不对 还能看到它不是直觉运行的文件 是在别人需要加载它直行的文件 对吧 那这里边有一个类 就是什么呢 这里边有一个就是 dimo.class.peerp 对吧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 hello.class.peerp 你看这样的命名我就知道 第三个类文件 里边装的什么类是不是都能看到 所以文件名1.5e 对吧 那如果我想在test里边用到这三个类 我是不是得做一件事 什么呢 对吧 我上来就得先把用到的类圈包含 英克罗的包含test.class.peerp 对吧 然后包含什么 dimo.class.peerp 对吧 然后包含是hello.class.peerp 对不对 那 有的时候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缺点 在别的语言 比如说家伙去加价 都得这么手工的去做 对吧 那有的时候 假如说你要是上来先包含类 那有可能什么 有可能这个类你这小本里边并用不到 对吧 怕用到是不是先都写上了 那用的时候省着出错 对不对 嗯 然后再有的就是 有的人呢 说呃为了方的这种包含用不到而被包含那种情况是用到什么时候手中在包含什么 对吧 用之前都得先包含一下 这样做会更好一些 对了吗 但是呢 不管怎么用 这块包含的文件太多是不是都是一件麻烦的事了 对吧 能不能让它变成自动包含 比如说这里边 我现在就可以什么 创建一个呃 T的对象等于new test 对象 然后调用T里边是不是有一个one的方法啊 对不对 再调用一个D的对象 你有一个demo 里边有一个什么 D里边有一个呃 2的方法 对不对 然后再调用一个H的一个对象 你有一个hello 然后这里边调用H里边是不是有个3的方法啊 对吧 代码是可以这样写的 对吧 但是咱们学模式方法的目的是不解话呀 LogCost Test P 看 是不是就解话了 是123是不是可以 但是现在没解话呢 是不是123是可以调用的 这是传统的调用的方法 对不对 对啊 那前面会很 因为咱就三个类 如果有30个类呢 对吧 既然它框架或什么里边都有几十个类去使用的 对吧 那你一个包含 万一忘记包含哪个是不是有问题啊 对吧 多包含也不好 对吧 反复的写包含呢 也会是一个工作的一个事项 那咱们能不能做成自动包含呢 可以做到 怎么的呢 我不手动的包含 不手动包含 怎么办呢 只要使用一个魔术方法 Faction 魔术函数了 这就叫 因为我不在类里边写 对不对 当然是可以把它写到类里边去的啊 杠杠 A-U-T-O-R-O-A-D 自动加战 唯一一个可以写在类之外的 真的吧 里边传的是一个类名 Class name 里边传的是一个类名 那说这个类名哪来的 看好时机 什么时候这个 模式法师不都是自动调用的 他什么时候自动调用 看好了 只要 在这个脚本中 只要在这个脚本中 干嘛呀 需要加在类的时候 诶 时候 就会 自动 调用 这个方法 要是什么时候是需要加在类的时候 因为需要加在类的时候 就怎么的 有一件事就必须做 就必须用到类名吧 用到类名 是就必须用到类名 对吧 不管是你创建对象也好 是不是用到类名了 只要是跟类有关的结构 他知道这肯定是在跟类打交道 对吧 那用到这个类类这个类没有 然后怎么办呢 是把类名是传进来 就什么 把类名传进来 就是这样 那 只要用到类名就是加在类 把类名传进来了 那类名都传进来了 你想想 咱们的文件名和类名起的 是不是咱说了必须有规律啊 那有规律是文件名是规律 我全是小写的 而类名的话 是每个单词手这么大写 对不对 那你传进来的话 你这块大写的记录是别大写的 所以咱们能够把传进来的类名 全变成小写 可以吧 那怎么写 有一个系统里边有一个转成小写的一个函数 对不对 STR下发线 SOWR STR RO 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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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 这是自乎串处理一个函数 将什么呢 将 呃里边传的自乎串 转成小写的 对吧 然后 class 那 那 传进类名转成小写对不对 然后我们怎么办 再连一个自乎串 DR class DR PSP 是不是 比如说把tice的大写传进来 比如说这里边 加载 用到这个类创业对象的时候 是把就把tice的传进来了 对不对 那他这个转成小写也是变成tice的了 再连接class DR PSP 是不是就是一个文件名了 对不对 如果前面有目录的话 你再可以组合什么什么目录 这都可以的 对不对 如果不需要目录的话 咱们就可以不用了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边可以用什么 任何路子 包含 这样的话 我们只要用到跟类名有关的 就是在 就得加载这个类 对不对 他就会把类名传进来 类名传进来 就会组成一个念证 任何路子就会自动包含进来 那你看 我这么一加载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那比如说我这块 同样再创建一个 你看我 上面再加载不写的时候 创建一个W等于new Word Word的一个方法 我这这么多不创建了 那直接这 W Word的里边调用方法 F O Ur 是不是调一个进来方法 对吧 是不是也算是加在来 那我们在这块 新建一个什么 Word Word Class 是不是一样有规律的 里边有一个什么 对 有一个class Word Word 方法 里边有一个 静态方法 S T T F F F 叫做什么呢 FWR 复方法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里边输出一行四 我这边输出一行四了 但是我现在 加载什么 加载这类了吗 没有 是不是这Word的这个类名会自动传进来啊 然后是不是就包含自动包含这个吧 我下边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你看一下 是不是一样可以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做到 用到哪个类的时候才去加在哪个类 对了吗 用到哪个类加在哪个 而不是说像咱们前面之前写的上来是不是就直接包含呢 对不对 而且做到了自动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块 输出一下这些类名啊 输出 class 内容 换一下行 你看是不是把类名都传进来了 Test Demo ColorWord 你看是不是在输出之后 是不是用到的时候才去加载才调用这个 对吧 而不是上来一起把这四个类名都输出来的吧 对不对 而且会不会重复呢 比如说这个我调用多次 你看 调用多次 然后我们来执行一下 货尔的执行几次 执行一次 而并不是说用一次他就加在一次 而是只要加在一次就已经放了这个胶本的对应的内存了 对不对 然后下次再用就能找到了就不会再自动掉了 对吧 所以这都是咱们想处理希望用到的结果 所以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在定义在内容的 但是是经常用到的 咱们在框架上或者什么地方都经常会用到自动加载 那这个呢后边会经常用 所以呢 大家先了解一下后边用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的实际用途在哪了 当然注意啊 包含的时候呢 咱们也可以指定一些帕子路径 这个先提示也得提一下大家 后期呢我用的时候我给大家说一下 对吧 默认是包含当前路径了 如果你可以设置好路径指定哪路径下 那么我默认就可以包含哪个路径下的程序 可以指定多路径 那默认多路径下的都可以包含 好 好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呢 咱们自动加载就叫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课件上面的一些文字的一些说明 对吧 都是刚才咱们讲过的一些方式 重要的一点 文件名一定要起的有意义 有规则 咱们才可以用到自动加载 好吧 那到这里边吧 所有的面向对象中 魔术方法咱们基本上讲全了 大家呢 酌情去使用 当然这一波方法 一个都不会弄得写程序呢 也可以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会这些方法的话 会更方便 对吧 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 可还更好 对不对 而别的语言是没有这些方法的 好 谢谢大家 这一段在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